被赶出家门的第七天 今天早上我漫无目的的走在相间的小路上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张大爷家 发现张大爷正在编被斗鱼是上前观看 因为这是一门手艺 我也想学习学习 顺便问了一下张大爷可不可以教我编一个鱼龙 因为马上就到9月19了 那天是我的生日 希望能够抓几条大鱼给自己庆祝一下 从张大爷口中得知要编一个鱼龙不是很麻烦 他很乐意教我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 会编竹楼的人越来越少 张大爷不愿这门手艺试传 因为这是一门传统的手艺 他说既然你有心 我就一定把你教会 于是我就开始和张大爷学起了编制竹楼 这个被斗马上就要完成了 现在开始封口 编制竹楼不但是一项技术活还需要有耐心 我看张大爷挺辛苦的 茶都没泡一杯 还好我发现张大爷家门口有一棵柚子树 于是我准备去给张大爷摘几个下来接接壳 柚子树是张大爷自己种的 又大又圆非常的甜 我把皮剥开之后分了一半给张大爷 他特别的开心 背都已经编好了 在张大爷的指导下 我去砍了两根竹子 准备开始编制鱼笼